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办个婚礼原来这么麻烦呀 怎么了 现在后悔了啊 谁说我后悔了 我说还不能让我道道几句呢 老婆 你说咱俩是不是明天应该把 咱们俩各自设计的婚礼禀风拿出来 好好地比较一下 还比较一下 你现在带我去一趟店里吧 我有东西拉在那儿了 我发现你一天就想折腾我 没折腾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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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老婆服务 是我的使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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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你这么晚带我来这儿干嘛 怎么了 怎么了 疼痛了 你怎么把我衣服脱过来了 你什么时候发现了 我早就发现了 我知道你打算结婚的时候穿 所以呢就做了一件风格差不多的 怎么样 满不满意 你穿上这个裙子一定好美啊 快点 快点 你穿上这个裙子一定好美啊 快点 快点 你肯定迟到就不下手 咱们俩是因为苏熊而结缘 这是我的本 我们这个仙鹤 现在已经注册双标了 是有专利的 你们这个仙鹤标志是注册了 可是仙鹤注册了吗 好 那还给你 跟你说话呢 你过来找人办事 连个招呼都不当 是不是很没礼貌 唐总 唐总 可以把我的苏写本还给我吗 我是有答应你 但是我有答应你 到底要哪一篇给你呢 我说你这个人 跟我玩文字游戏是吧 你就是来收购 绣坊的这个大奸商对吧 干吗呀 你最爱的你呀 谢谢你啊 遇见你正好 我也谢谢你 只是给我清醒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你有认真听过我讲话吗 我每日每夜都在认真听你讲话 你可不可以在意一下我的感受 你 你就是那个停床 我不能保证你在巴黎的每一天都是晴天 但我希望这些灯可以照亮你的每一个夜晚 哎呀 原来它是喜欢我的 我就这样孤独地一个人活着 没有一个真正聊得来的人 但是自从我遇到你之后 我觉得我每一天过得都好幸福 生活有了色彩 你就像是我的安眠药 每一夜为我助眠 每天都可以做好梦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愿意嫁给我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故事 在我小的时候十岁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来到 现在我们办婚礼的这个场景 那天下午呢 那天下午呢 我遇到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她的手里边拿着一个小狐狸 还有一本童话书 那一天 我们两个就是在这个地方 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 我还记得那一个下午 她一直在跟我讲述一个 小王子的童话故事 二十年后 缘分让我们又相遇了 我又再一次带她来到了这个草坪上 我非常忐忑地问她 我说你还记得我吗 你知道发自内心啊 我是多么地想听到她告诉我 我记得 但是她跟我说 我只记得有一个黑色的七星瓢虫了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早点告诉你不就那个惊喜吗 可是我那个时候才五岁 我怎么记得住啊 今天这一切 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就像是梦一样 我们两个是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今天从梦里走到了彼此的身边 我们相遇 再到我爱上她 直到今天 你就要成为我的妻子 从今天以后 从今天以后 我是唐先生 你是谁 我是 你的唐太太 老婆 我爱你 老公 我也很爱你 老公 我也很爱你 我一会儿 我爱你 要是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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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 《非诚》